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全面开战 就像当年美苏冷战全面开战 那军备竞赛的结果 最后是拖垮了苏联的财政 那现在美中贸易战 比的也是谁命比较长 气比较长 活得比较久 那谁的财政跟谁的经济本质比较能支撑 不过现在以最近的人民币 跟整个中国内部经济的发展来讲 中国的经济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确实尤其是人民币的贬值 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走势 但从今年三月以后 你就看到人民币就这样一波高过一波 像我这个走势 我这只有做到昨天的资料 今天早上又有一个变化了 我们看原本的图表里面 离岸人民币今年以来最高到7.18 在岸到7.16多 可是就在今天早上 在岸人民币突破7.17 这很奇怪 可是离岸却没有创新高 在过去通常离岸都跑得比较快 因为离岸它是个国际市场 所以它通常对这个讯息反应是比较快的 可是在今天早上 大概10点左右 在岸价格突然创高 突然就想到明洁早上 想到早上美军军机经过 我想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就不做这个预测 所以说 接下来人民币的价格会到哪里 我就是去研究了一些机构 他们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没有大概列了大概10家机构所 从比较保守的 大概就跟现在比较接近7.2 7.3 到最夸张 你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海曼资本 海曼资本是谁呢 它其实是个避险基金 它的创办人非常有名 就这个凯尔巴斯 之前大概我想 全世界财经界最唱衰中国的 大概就是他了 那他喊说人民币 以目前的价位来看 7点多 大家都已经觉得很高 他认为还要再扁3成到4成 所以换算起来 我在换算起来 大概就是9以上了 如果今天中国人民币真的贬到这个价位 中国真的揣在蛋 所以说你看到这一波人民币贬值之后 它对中国的影响有哪些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我先打个招 在台湾很多人做人民币的定存 有一阵子人民币的理财商品 它的利息比较高 因为台湾本地 你如果去做台币的定存 银行报给你比较大额的 都是什么一年年的利息0.7% 0.6% 0.8% 那很多人 贪图人民币的利息比较高 可是你要算 今年突然破7 如果到7.3那就扁5% 那你利息赚5% 结果币值减5% 根本白忙一场 那万一扁破7.3 等于你够了 所以相对上 你现在去做美金 定存随便做到3% 美金又相对升值 所以很多台湾傻乎乎的小散户 人民币的定存 真的可以适度适可而止 那附带一讲 因为我在想说 那有没有机构是 觉得人民币会反弹的 我真的很努力找了一个晚上 完全没看到 真的没看到 7.2 7.3已经算是最保守的 我昨天看到Bloomber 他们看中国最坏的打算 可能会全面跟美国 完全的对立跟脱钩 他们也看到7.4 7.5 而且他们是说 今年年底 现在8月底 所以今年等于圣诞节的时候 搞不好就看到这个价位 目前看来是不无可能 所以说人民币重贬之后 中国的伤害 我们知道 我大概帮大家整理这三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物价 进口物价大涨 尤其是他对美猪 一口气征收62%的关税 所以造成中国的猪肉大涨 我们知道今年中国 本来因为非洲猪瘟 我缺猪肉 我本来是要跟美国买的 结果因为这个 大家搞得不欢而散 所以我对美猪居然加了这个重税 所以造成猪肉大涨 所以大家看到这两天 还有一个还蛮热门的新闻 就是Costco在中国第一家店 开幕了 结果你看那个影片里面 那些中国大妈在抢猪肉 我是想说 又不是买不到 有需要一块猪肉 大家再直接伸手 Costco比较便宜 对 有的比较便宜 可是有需要抢到这种程度 这是题外话 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资本逃离 因为我今天持有人民币 你一旦贬持 我的人民币的价值越来越低 所以有本事的钱就开始往外跑 光今年第一季 大家看到就900亿美金外跑了 那过去四年 一年大概都是2000亿 所以你看 过去四年 一年大概都是2000亿 可是光今年第一季 就已经900亿 已经比过去高很多很多 所以这确实跟贬值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 我们看到 因为当然中国有自己的估算 我们用这个大家比较会相信的 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 你看中国的GDP大概债务是GDP的55% 我大概估算一下 因为中国的GDP大概现在是43.6兆 所以算在中国政府的负债大概7兆多 担心的是这个企业 你看企业的负债是GDP的160% 我换算一下大概就是21.8兆美金 不是人民币 所以重点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产业 这受影响 因为像航空公司 它的飞机基本上都外国采购的 然后油也当然大部分都是外国采购的 你一扁 那不就代表这些价格变贵了 那就算我们就用油价来说 油价就算国际价格不涨 你人民币扁10% 表示我购油成本就多10% 那除此之外 开发商这指的是不动产开发商 这个开发商我们前节目也讲过 它在中国今年已经借不到钱了 所以都都到海外去发债 所以中国像几个像恒大 在外国发那个年息13%的美元债 有够夸张年息 为什么因为它中国借不到钱 所以估算起来 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发债 以美元计价大概就已经6500亿 那其中30%就是这些不动产 那30%算起来就是2000亿 所以同样道理 我贬值10%表示你的债务负担就多了 200亿很可怕的事情 那所以当经济不好 消费力跟着下降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珠宝商 这些赌场 当然跟着受的影响 甚至海外这些专门卖精品的 LV 博打这些 名牌的真的中国的影响 购买力逐渐在下降 那所以我们直接看到 因为这个贬值 我们首先看到 这个中国的物价水准 在7月份已经是创下 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 那当然这还是一个平均值而已 所以这个是内部的通膨压力 其中最大的压力 对 我们如果再进去看 对 好 如果我们再看这次 就分类来说 好 你看城市跟农村 这比较 农村的上涨压力比较大 然后以物品来说 食品类的压力 哇 那就大更多了 好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 你看平均物价 你还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你去分类去看 你就才会感觉到压力 尤其是跟民众有关的 我们再看到下一 就是食品类整个大类的物价 涨到9个百分点 对 所以所有粮食的价格 平均是涨了快一成 是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我就整理出来 中国目前涨幅最大的食种商品 这个都是中国官方的资料 像刚刚我们刚讲到的猪肉 你看到光一个7月份猪肉上涨27% 不要忘了 这是官方的资料 实际的民间人家估算大概5成 一个7月份而已 好 那其他的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肉类 蔬菜 水果 肉类 再来就是蔬菜 水果 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药 所以你看 前十大里面 几乎都是跟民生 影响最有相关的 息息相关 那再加上我们刚前一章看到的 又是农村的压力 又比一般的城市来的压力更大 所以当中国面临这样子 物价上涨压力 而且又来自于比较贫困的 农村的压力更大的时候 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 大家要去注意到的问题 就以食物的通膨来讲 现在的涨幅非常大 然后货币又在贬值 那长期的货币贬值 又会使得这些食品 食物类的价格 可能相对的购买力 又受到伤害 没错 所以说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 农村的民众 生活已经比较差了 那你物价再涨成这个样子 这基本上很大很大的问题